最近你如果晚上到宝藏岩可能会发现 它有点不一样变得很有味道 今年6月一群国际照明设计师和关心宝藏岩的人 为这里做出夜间照明提案 他们针对了入口宝藏岩独有的信箱墙 小桥流水和它的历史断面做出了新的灯光设计 期盼可以跟工部门展开对话 用光来友善空间 我们在观察光的环境的时候 第一个你们都是观察什么 要先看感觉如何 我们到这个广场你会发觉 那边有停车场 这边呢有一个干妈党 然后那个是一个社区活动中心 所以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空间 30多位市民和台湾 香港 新加坡的国际照明设计师 探访夜晚的宝藏岩 透过与居民互动观察 要用光重新提出宝藏岩夜间环境的特色 宝藏岩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家乡 它对台北市以前叫做一群的围藏建筑 可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聚落文化的宝藏 本地居民 住村艺术家和夜晚来参观的访客 对于照明有不同的需求 光影的介入也要和社区建立永续关系 在白天的时候你看了整个宝藏岩是这样的对吗 可是晚上你可以用光 把不一样的宝藏岩给它呈现出来 那个人我们走进去一样子的园区 那光环境是怎么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边的挑战 走到了灯 车到了灯 不会有太多的干扰 我们要考虑到原本生活在这里的人 点亮宝藏岩计划的学员 借由感光老师的建议 以使用者的角度 为宝藏岩夜间的光环境体案 有各艺术家住村门牌 然后还有居民的这个信箱 那我们认为这个点它刚好是提示着大家 这是一个一居共生的场所 必须要被打亮的 我们希望能够塑造的感觉是一个 准备进入一个远离城销的后花园 从人出发 盘点历史脉络 生活习惯 环境空间 感光城市计划 启发市民的感光意识 照明设计师也获得新的能量 由公民提案的点亮宝藏岩计划 期盼打开与公部门的对话空间 让这些具有创意又能落实的想法 带来改变